哈喽,我是阅读前哨站的站长瓦机 欢迎收听下一本读什么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 它的书名是主人思维 这本书就是在讲说 我们现在这个工作世代 叫做自我觉醒世代 用这个职涯心理学的方式 打造一个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未来蓝图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会跟大家分享 这个书里面有教我们 怎么样重新思考我们的职涯 还有我们跟公司之间的雇佣关系 这本书有提供两本抽奖证书 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前往节目的资讯栏参考看看 本集节目是由博客来赞助播出 今年只剩下最后三个月就要结束了 我们也要开始检视一些年终表现 还有规划一些明年度的目标计划 找到我们个人或者是公司组织 都适用的这个目标管理方法 博客来特别推出了商业管理书展 帮我们在2023年超前部署 透过全方位的计划抢得先机 书展规划了各种的商业管理工具书 希望帮助读者重新建立思考架构 学会更有效率的专案管理 精准沟通跟表达 团队领导还有这个横向连结的各种方法等等 我们学会了正确的工具 掌握了聪明的策略规划方法 进一步获得一个更高的绩效 成为一个更高产出的职场工作者 这次的商业管理书展好书 全面五折起 活动期间是10月6号到11月23号 搭配瓦机的25元专属优惠券 可以省下更多钱哦 有兴趣的朋友就欢迎前往节目资讯栏 参考看看更多详细的这个活动资讯 还有优惠券的资讯哦 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今天这本书的分享 如果啊我们把自己的工作职位 还有头衔拿掉的话 我们是谁呢 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其实啊没有人真正在乎我们的人生了 只有我们自己可以决定跟衡量自己的人生 我们与其在这边等待别人帮我们安排的职癌规划 倒不如自己动手去创造理想中的职癌发展路线 那这本书在说什么呢 主人思维这本书的作者 他是职癌规划师陈伟成 所以他要谈一些职癌方面的问题哦 陈伟成老师呢 他的专业领域是包含了职癌定位跟发展 履历还有面试的一些咨询 还有职癌探索卡牌的一些课程等等 那他目前累积的演讲啊 跟工作坊已经超过了200场 他实际接触了也超过了3万多人的这个学员 他咨询的年龄呢 包含了这个高中生 一路到中年的上班族 他多年以来啊 已经帮助了很多人 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方向 他在这本书里面呢 就以一个优势特质作为中心 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样设计自己的职癌蓝图 他认为这个职癌的定位顺序 应该是由内而外的 同时要考量到理想还有现实 那么职癌问题的这个处理的层次呢 就是要先处理定位的问题 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在 再来呢 深入探索我们的生涯意义 就是我们生命上的意义 或者是比较广义的 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生命到底要的是什么东西 那除了他谈一些职癌的这个方法论之外 他也在书里面说了很多 他从一路上啊 这个当受雇者 当自由工作者 一路到这个创业者 这整个心路历程 他把这个故事都写在这本书里面 他认为啊 工作应该是要为了服务我们的生活 而不是呢 让工作反过来绑架了我们的生活 所以呢 这本书就是基于他在这个职癌发展领域的专业 还有他个人的一些实际的经验 跟实践的方法 用一种很平易近人的方式 带我们去重新认识一下雇佣关系 还有职癌路径的发展 以及呢 我们该怎么样做自己的职癌主人 那首先我跟大家会分享第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跟公司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那我在看这本书名的时候啊 就是这个主人思维这四个字哦 我就在想说 如果没有主人思维的话 会怎么样呢 一般人可能觉得 我不一定是主人啊 因为我是别人的员工 我是受雇者 我在别人的公司底下工作 我不是主人啊 所以我如果没有主人思维的话 不就是正常的过生活吗 那作者他就在书里面 点出了一个很残酷的真相 那就是 大部分的公司呢 其实 并不在意我们的发展 只有我们 才会最在意自己的职癌 所以呢 我们就必须要早点领悟到这件事情 尤其啊 在职场上待过的人会渐渐发觉 很多的公司啊 是把人当成是资源在使用 是为了达成公司盈利目标 而可以任意挪用的资源 那很多的企业组呢 他们好像在受访的时候啊 或者说在对外讲话的时候 很喜欢把员工发展这件事情 放在嘴边 可是呢 他们也不一定是真心的 有一些呢 只是在灌迷幻药而已啊 那当然啊 我们的重点并不是在于说 要追究说哪些公司是真心的 哪些公司不是真心的 而是呢 我们应该把重心 放在这个我们自己的职癌发展身上 我们不能太期待说 公司一定会帮你 安排你的职癌规划 而是呢 我们要自己发展 自己的职癌规划 再进一步的去思考说 怎么样可以跟公司一起合作 然后呢 做到我们自己的成长 再来帮助公司 达到公司的成长 就像作者他有说一个观念哦 就是这个特别在强调 雇佣关系这件事情 他认为呢 现在这个时代呢 已经不是这个公司会会员工 负起全责的时代了 而是呢 双方会互惠 各取所需的一种联盟时代 对我们个人而言啊 我们在这个职癌上面 所发展出来的专业能力 建立起来的良好民生 培养出来的好人脉 才是会跟着我们一辈子的东西 那我认为呢 这本书要传达出来的 其中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必须学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自己 和公司之间的关系 要从以前的雇佣关系 转换成合作关系 这种方式来思考 以前传统的就是这种雇佣关系嘛 我们应该要用合作关系 来做思考 我们要思考的方式是这样子 我们是因为有了现在 我们具备的专业能力 所以呢 我们就值得这个公司 他现阶段给我们的职位 但是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 如果一个人他有主人思维的话 他会让自己继续成长 他会让自己发展出 更有优势的专业技能 成为职场上更好的工作者 因此他会值得更好的职位 他也值得更好的待遇 接着这个逻辑呢 我们继续往下想 无论是我们现在任职的公司 或者是其他的竞争对手 或者其他产业外面的公司 才会因为呢 我们有办法创造出更高的价值 我们变成了一个更好的 更有商业价值的这个职场工作者 而给予我们更好的合作机会 这个合作机会就不只是限于你现在的公司 而是呢 有可能是其他更多更广泛的机会 说的再更远一点 有主人思维的这种专业人士 他就不会驱咎自己说 自己要成为哪一家公司的受雇者 他就不会说 我一定要成为哪家公司的员工 而是呢 他可以在后期的时候 主动的筛选 想要跟谁合作 所以呢 新世代的职场工作者 会越来越看重 跟组织之间的这个合作关系 而不是雇佣关系 我们要更加重视的是这个 组织长远的这个愿景啊 和我们个人的理念 是不是相符合 相符合的话 我们可以继续合作 如果不符合的话 那么你如果有其他的这个专长 跟这个优势领域 你可以选择跟别人合作 所以呢 公司跟个人的成长 这个速度有时候是不一样的 公司的愿景 如果跟个人的愿景不一样的话 这个时候也不会有这个良好的雇佣关系 所以我们采取用合作关系来看的话 我们就会把自己的发展步调 跟这个重点放在自己的身上 然后呢 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 值得更好职位 值得更好待遇的这个职场工作者 再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下一个重点 就是所谓的职涯发展 它是一个动态的主动选择 职涯发展是一个动态的主动选择 作者他就分享说啊 在他这个咨询的经验当中 他发现很多人都希望说找到一个 可以一辈子好好做的职业 可是我们却常常忘了 人会改变 我们自己也会改变 整个大环境也会改变 他认为说 我们在20岁30岁40岁的这个不同的阶段 我们的兴趣会改变 我们的能力可能会成长 我们对于人生的一些追求也会有所调整 如果我们会觉得说 一定要找一个一辈子的工作 一定要固守原来的选择 然后这个从一而终 这样有时候呢 反而会带来一些持续的痛苦 所以呢 这个职涯的发展 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一条动态的路线 那作者他就用了一个 他自己推展出来的理论 来说明这件事情 他把这个理论称作为 职涯发展阶段的理论 总共有四个阶段 这个是有顺序的 第一个阶段呢 叫做探索与定向 探索与定向 在我们职涯发展的初期阶段 我们可以先把工作当成是一种探索 而且呢 记录下来说 自己对于哪些事情是有热情的 擅长做哪些事情 自己的天赋可以发挥在哪里 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要允许自己去探索 去接触一些工作上面灰色地带的业务 这个时候的重点 应该要放在拓展自己的视野 去了解各种不一样的这个业务 那再来的话 第二个阶段 就是到了专业成长的阶段 我们透过了前面的探索初期 来认识自己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选择 比较少数的专业领域 专心的投入 在公司的内部跟外部 去寻找一些学习的资源 包含了一些参与这个教育训练的课程 向比较厉害的前辈去请教 然后呢参加或者说自己举办读书会 发挥这个社群的效果 那这个时候呢 要努力去打磨一些专业领域上面的作品 累积我们的专业经验 持续呢 深入这一项专业 再接着呢 我们就会进入到第三个阶段 叫做舞台展现 什么叫舞台展现呢 就是我们要展现出自己 打造出来的代表作 无论是在公司内部的平台 或者说在公司外部的 跟网路平台 我们要尽量呈现出来自己 累积起来的这个专业度 取得业界的同仁 或者说这个很多受众 如果你的受众是学生 你的受众是老师之类的 取得你受众的认可 好 这个阶段呢 要试着建立起 个人专业品牌的这个形象 拓展更多的人脉 跟接触更多的潜在客户 这个就是舞台展现的一个阶段 在最后呢 我们才会进到 多元选择的阶段 由于我们已经具备了 刚刚说的专业能力 我们也透过了适当的方法 来经营了自己的 个人专业品牌 塑造了这个形象 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或者是不同的职位 可以让我们来选择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依照自己的个人偏好 跟意愿选择一条 真正适合自己的路 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啊 刚刚讲到这四个阶段呢 分别呢 大概是三年的时间 前面三个阶段 就是分别是三年的时间 我们必须要评估自己说 现在呢 我是在哪一个阶段 去检讨一下说 我们有哪些地方 可能做的还不够好 做的不够多 以及呢 规划下一个阶段 该如何去实现 拥有主人思维的人呢 会试着去掌握自己前进的节奏 还有自己指挨发展的方向跟速度 因此啊 作者在书里面就特别强调了 在指挨发展上面 要采取主动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他认为呢 行动是比等待还要容易的 创造合作机会 是比遇到梦幻工作还要容易的 我们主动去影响剧情 是比我们被动接受剧本还要容易的 先为别人付出的话 你会拥有更多的好朋友 你去结识人脉也会更容易 所以呢 我们真的不需要等待公司 帮我们去规划路线 而是我们自己应该要起身行动 自己主动去做出 直爱发展路线的选择 最后呢 跟大家分享的重点是 受雇者 还有创业者 跟自由工作者 这三个之间的这个关系 或者说我对这三个东西的解读 作者他就统计了说啊 到目前为止啊 他已经接触过三万多个学员嘛 他发现呢 这个新世代的上班族 有三大追求 这三大追求就是 生活平衡 独立自主 还有钱 生活平衡 独立自主 还有钱 这个世代的工作者呢 会想要追求 自己想要的生活 不想要接受公司 对于工作责任的定义 不想要把灵魂整个卖给公司 也不想要被主管 有过多的干涉 最后呢 只要有钱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想说 做自己又能够赚钱 那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啊 但是啊 主人思维 它不只是叫我们说 做自己的这个口号 它是一种 要我们去发挥 跟发现 自我优势的一种思考方式 作者他说 主人思维啊 这样的一个心态跟精神 是需要我们很深度的自我觉察 对自己有正确的认知 而且呢 能够肯定 还有发挥自己的优势 并且我们要理解 而且接纳自己的一些劣势 跟能力局限 我们理解现在的现实 是长成什么样子 可是呢 我们对于未来 也要抱有积极的希望 那我认为这本书 所带给我们最大的启发 会是其中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 发现这个直来发展的重点 它并不在于说 你一定要从三个里面选一个 就是要当受雇者 要当创业者 或者是自由工作者 不一定是要三选一 这样的一个抉择 而是呢 我们要把自己当成是 直来的主人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透过一个 很主动的心态 把自己 这个直来发展的路线 塑造成一个 有更深的专业程度 有更多的优势 有更高价值的人 我们就具备了 能够跟任何对象 合作的能力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能够掌握 自己命运的主人 而不是 屈就于别人 安排的仆人 无论是怎么样 刚刚那三个 受雇者 创业者 自由工作者 刚刚所提到的 专业 优势 跟价值 这三件事情 都同时 都是适用于 这三种不同的身份 所以呢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或者说 我们自己有不同的 个人喜好 我们就可以依据 自己所具备的 刚刚那说的 那三个能力 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的 这三种身份之间 自由的去切换 所以说 我们也不需要 一定局限于自己 一定这一辈子 就只能做 某一个选择 我们反而因为有能力 所以我们拥有 比较弹性的选择 OK 所以说 主人思维 就是掌握命运 那仆人的思维 就是接受 别人的安排 那这就是这本书 要告诉我们的 要拥有主人思维 那最后呢 跟大家分享 这个主人思维书 里面有一句 让我很受到 共鸣的一句话 作者他说呢 不要放弃 而是呢 要继续接近 吸引我们的 那些事物 即使我们现在 还不知道说 在终点 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还是要朝向这个 吸引我们的方向 不断的靠近 所以呢 职业的发展和探索 它并不是一张 很清晰的地图 就是说 你会走哪几步 你就会到哪里 没有这么清晰 没有这么简单 它是一个 充满了迷雾的 一种冒险乐园 就是我们不知道说 前面有什么在等着我们 但是我们要抱持一个 持续前进的心态 就是要持续成长 持续学习 这个动力要持续保持住 才有可能继续朝着 自己理想中的 职业样貌 越走越近 如果你对于 职业发展的方向 跟方法 很有兴趣的话 那最近呢 刚好这个 韦晨老师 作者他有举办一个 课程的募资活动 是一个叫做 职业探索卡牌的 这个教学组 那这套课程呢 就是教你 怎么用书中 所提到的一些观念 怎么用这个 职业卡牌 来去认识 这个职业组合 在生命中 怎么样去找到 自己的这个职业优势 以及认清楚一些 在职业上面的风险 它是一个 蛮趣味的桌游游戏 然后呢 是一个好练习 好实践的 用一个比较趣味 简单的方式 去了解 怎么样规划 自己的职业 那我就把相关的资讯 放在节目资讯栏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参考看看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 一样来念一下 Apple Podcast 上面的评论 有两位来自 国外的听众 第一位是来自 马来西亚的 Yuki Wong 2727 他留言的内容 是非常棒的主题 他是来自 马来西亚的MY 感谢Waki和Ether 在这集Podcast 的这个分享 让我开始有动力 还有方向 去解决我写笔记的障碍 OK 他指的是前几集的 这个防弹笔记法 这一集 那相信这一集的访谈 应该会带给大家一些 对于笔记 不同的想法跟观念 再来第二位听众 是来自美国的 TYRO57 他留言的内容是 喜欢这个节目 瓦机的声音 听了很舒服 很喜欢 谢谢 另外想请问 202集提到的 国外说书 有推荐的吗 OK 那谢谢这位听众的留言 提到的国外说书 我猜应该是指的是 例如英文版的吧 那英文版的这种 短篇的说书 我是比较没有在听 我听国外的版本 我都是听audible 或者是script 就是那种 直接念整本书的 就是一本书 可能都五六个小时以上 我喜欢听的这种 这个有声书是 直接讲整本书的 OK 所以我自己推荐的是 audible跟script 如果是这种 比较精华式的说书 这个英文版本的话 我比较没有接触 好 那如果有接触过的朋友 也欢迎在留言这边 再分享 下一次的话 我再念出来 给大家参考 那再来下一位听众 他的名字叫做 芋头蛋糕0719 他说呢 觉得这是品质 最优的说书节目 听了其他的 说书节目比较起来 瓦基的内容是最丰富 而且听起来最舒服的 而且成长类型的书 刚好就是我的兴趣 每一次都很期待瓦基的 而瓦基的更新 也很谢谢瓦基的努力 还有付出 受益良多 也希望瓦基 可以再多增加一些 访谈作者的节目 或许呢 内容会更多元 还有丰富一些 OK 非常谢谢 这个芋头蛋糕的 留言和支持 那你有提到的 这个访谈型的节目 这个是预计 我会放在 这个明年初的重点 今年的年底 我会先比较专注 在写新书 因为有好几本 正在进行当中 当这个部分 告一段落之后 接下来 我会把一些资源 放在访谈型的 这个制作 那也希望说 透过这个方式 让大家听到 更多不同作者的观点 再来的话 下一位听众 叫做 安娜香蕉人 他说 肉眼可见的用心 瓦基不只是说了 书本的内容 还会结合自己的经验 加要出听众 也可以直接使用的要点 在说书节目中 真的可以说是 非常用心的创作者 加油 会持续关注的 OK 非常谢谢 安娜香蕉人的 这个支持和鼓励 那也很开心 听到你对于说 我结合了自己的一些经验 跟摘要的这个方式 也很开心 你喜欢这样的方法 以上就是 这一次的留言内容 OK 那节目到这边 就进入尾声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订阅下一本 读什么 然后在Apple Podcast 留下评论 推荐给其他的听众 你也可以用行动 来支持我 一次性的 或每个月 赞助99元 帮助这个频道 持续运作 如果你对于这个频道 任何的想法 或者是想要 想要问我的问题 欢迎在节目资讯栏里面的 传送门连结 都可以找到 留言给我的方式 我每周呢 也会在阅读前哨站的 部落格 分享读书心得 喜欢看文字版本的朋友 可以去订阅我的 免费电子报 好的 下一本读什么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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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